你 送安妮哦 行吧 送安 安妮 你别再说了 这一期的医疗项目 我是必须要参加的 很遗憾 你这次的申请没有通过 但你可以参加第二期的项目啊 别灰心 要不 你等我三个月 咱们一块儿参加第二期 安妮 你别再说了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我跟你之间不可能 还 你只是把我当妹妹 你真正喜欢的人是顾小满 对吗 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看 咱们来美国也一年多了 我们虽然每天朝夕相处在一块儿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原来爱情真的是自私的 根本什么都容不下 我们看似每天的距离就这么几米 但却像 隔了一整个太平洋这么远 你和顾小满呢 在地球的两端 可是我知道 她一直在陪着你 可能我这一辈子 无论怎么样都缩短不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我才发现 你肯定会离开我的 就算不是今天 不是现在 也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对不起 感情里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呀 你不会再回美国了对吧 反正我现在肯定做不到 祝福你和顾小满 但是我希望你幸福 所村 抱一下吧 像小时候那样 哥哥对妹妹的那种拥抱 你还想要 安宁 你不许哭 好好的 等忙完了 我带小马回来看你 不行 你自己来 走了 走吧 三天以后 我接到了 学校安保部门打来的电话 左安全 那边的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出现了事故 他和医疗组 所有的成员都 前两天 周阿姨和左叔叔得到消息后 已经赶赴美国 处理左岸的后事了 你胡说什么 什么后事 左岸怎么肯动出事啊 左岸 左岸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不准胡说八道 顾小马 不管你信或者不信 左岸不在了 你给我闭嘴 你骗我对不对 你得不到左岸 所以你编故事 骗我对不对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 左岸怎么可能不在 你骗我 你就骗我 小白 你先冷定一下 先冷定一下 我已经跟周教授确认过了 事情是真的 你们都骗我 你们两个何起伙来骗我 你们俩都是骗子 小马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做完 他不可能不在呢 他怎么可能不在呢 他跟我说他会回来的 他已经说到说到 他 他不会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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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走 不准你们两个在我家 我等左岸来 我在这儿等他回来 你们给我走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要不这样 我先留下来陪你 我知道你一时败回来 无法接受 但 顾小曼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 可这就是事实 我说你给我走 我不信 这不是事实 小曼 你别激动 走 天